大家好 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今天我们主要讲两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关于辱华的 互联网视频企业三只松鼠因为封面模特眼睛小 被打上了辱华的标签 让人哭笑不得 也许割双眼皮的生意会火 如果怕眼睛小容易辱华 大家都整成大眼睛双眼皮 一个个跟金刚葫芦娃一样 可能就不会辱华了 今天的另外一个内容是 中国向网络炫富视频内容宣战 这类视频呢 今后在中国大陆 可能就要没有市场了 那么制作这类视频的播主 今后要做怎样的视频内容呢 好 咱们今天正式开始乳 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 实际上啊 这个辱华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我自己呢 就是华人 难道我眼睛长得小就辱华了吗 这个事情啊 它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呀 那作为同样是小眼睛的华人 我这小眼睛呢 是原装正版父母给创造的 那如果这也辱华 那也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能天天辱 月月辱 年年辱 辱华对于华人来说呢 实在是个可笑的事情 难道自己侮辱自己吗 一群人躲在网络的一案角落 拿着辱华的大棒子 看谁不顺眼就砸谁 这跟义和团有什么区别呢 一百多年了没一点长进 说白了呢 就是自取其辱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三只松鼠这个企业 三只松鼠成立于2012年2月6日 总部在安徽五湖 是中国第一家定位于纯互联网食品品牌的企业 也是中国销售规模最大的食品电商企业 2019年双十一期间 三只松鼠全渠道销售额为10.49亿元 超额完成了此前定下的10亿元目标 2019年全年销售额更是突破百亿 成为在零售行业首家卖过百亿门槛的企业 这成为了该公司的里程碑 那从三只松鼠的基本信息来看 这是一家纯粹的中国企业 聘请的封面模特也是中国人 所以有网友评论说 三只松鼠都不知道说辱华的那些人有没有脑子 一堆中国人开设的中国公司 面向中国市场销售 赚的都是中国人的钱 人家有什么理由去辱华呢 话说呀似乎是两年前的 两年前到现在 三只松鼠也没有打开国外市场 这辱华辱了个寂寞吗 自己没脑子也当别人没脑子 回去干这种亏本的买卖 那关于三只松鼠辱华的事件呢 要从昨天也就是12月26日 三只松鼠发表的声明说起 我们来看看 什么是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认错 那针对部分网友反馈 我思部分产品业面中 模特妆容不符合审美 进而质疑我思相关立场一事 我思做如下说明 经查 该产品于2019年10月上线 这个时间点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 2019年双十一大卖特卖那一年 该业面中模特为中国人 其妆容均基于其个人特征打造 无意丑化 那针对网友反馈 模特妆容不符合大众审美 并由此产生不适感 我思深表歉意 并第一时间已经进行页面替换 且已安排排查公司其他产品页面 杜绝类似情况产生 三只松鼠是一个国产品牌 作为本土企业等等等等 那从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出 三只松鼠都被吓破胆了 秉承着没有错误创造错误也要承认错误的精神 坚决不能得罪拿着辱华大棒的脑残和神经病们 宁可把自己变成跟他们一样的脑残 那目的呢就是想稀释宁人 这样就能相安无事了吗 那可不一定 让这群义和团给盯上了 各种捕风捉影 只要他们想辱华的大帽子一定给你扣上 他们能把辱华这个事业发展到新高度 眼睛小都能辱华 那全世界有多少眼睛小的华人呢 这些人岂不是天天辱华吗 接下来我们看看封面模特是怎么回应的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咱们还是只看重点部分 模特的名字叫蔡娘娘 外号叫白菜 他说呀拍这个广告的时间线是在19年10月 眼睛确实是长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的性格和表演风格被选中 做这个广告模特 也没有故意要去营造什么辱华形象 他都被气笑了 长相呢是父母给的 可能呢每个人审美不一样 也许有些朋友欣赏不了他这种类型 但也大可不必这样攻击他呀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他眼睛就是这样 甚至生活中比这还细小 那是不是说长成这样了 就不该选择模特这个职业呢 长这样了出生那天就辱华了呢 那是不是也可以告你歧视了呢 爱国呀他举双手赞成 但事事都要上纲上线 那这就是一种病态了 大家呀做一个心态健康的网民吧 那确实啊这位模特也够冤枉的 2019年拍的广告封面 2021年底拿出来批斗辱华 这算是无妄之灾还是一夜爆红呢 够魔幻也够奇葩 只有在这个病态的社会中呢 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也许啊这个病态的社会 他的总加速师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啊又来了一剂猛药 想要改变中国社会的病态环境 但是啊由于智商的局限 他的猛药只要一下去 就会产生娱乐效果 那是为什么呢 那习近平对于中共的官员 集体躺平 可谓是无比的头痛 官员们一个个口号喊得真天想 屁股却纹死不动 如果向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些官员马上就跑到另一个极端上 从不作为到乱作为 不把事情办砸了 绝不收兵 从打击教育行业 再到整顿直播带货 一夜之间呢 就能让中国最赚钱的行业变成赤贫 过去这些年呢 在中国的大陆网络上 充斥着直播带货和炫富的视频 这样的风气啊 确实是有点问题 那一尊呢 看着也非常不爽 这怎么可以呢 都把年轻人给带坏了 不能再让错误的价值观泛滥 于是啊 大棒一挥 带货一解 瞬间崩塌 接下来呢 要打击的就轮到了炫富视频了 纽约时报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酒店的总统套房里面 一位男士从富丽堂皇的浴室 配置的桑纳房开始拍摄 然后这名播主啊 就把镜头转向套房的客厅 一名厨师正端着一块美味多汁的牛排 等他就餐 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 等待他的是一份龙虾早餐 他盘着腿坐在床上 让他吃下 他从中国成都这家酒店退房后 对着镜头挥舞着手中的收据说 今天的账单是十万八千八百七十六块 他笑着说 他睡掉了能买几部iPhone的钱 这位播主在抖音上拥有两千八百万粉丝 这段视频呢 确实非常低俗 当然了也很招摇 现在呢 他违反了中国的互联网规定 在被官方点名以后 他删除了这些视频 而且呢 最近他发布的视频风格呀 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改称拍摄去便利店买零食了 一尊的政策呀 真是自带喜剧效果 纽约时报说 在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全面呼吁减少贫富不均的背景下 中国的有关部门 开始向网上的炫富内容宣战 随着习近平为自己第三个任期做准备 他为自己安排了领导一场 反对既得利益运动的角色 在网络上当局下令 社交媒体平台删除那些将贫富差距暴露无遗的走红视频 国家网信办高级官员张雍军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管理 对这些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处置力度 让网站平台觉得悬着一把剑 网络上炫富确实让人反感 也确实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但是这属于个人行为 就算没有网络炫富了 中国就不存在贫富差距了吗 贫富差距的本身是制度问题造成的 不从制度设计这个根本问题上解决 而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哪个器官有问题就直接割掉 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最后就变得无药可救了 炫富视频之所以会有市场 大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的信仰和道德的缺失 凡事都用金钱来衡量 那金钱就成为了他们的信仰 包括经常出现在我视频下面的留言 张口闭口都是钱 昨天节目中我说了这个台湾艺人方方 结果有人留言说 方方只不过赚多点钱而已 你不会妒忌了吧 要是你在唠嗑半天到头来 还没有方方有钱 那就尴尬了 这就是中国人的恰值观 当然了我个人不否认钱的重要性 钱不是万能的 那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 金钱确实能让物质生活更加富足 让人能够得到满足感和愉悦感 但是这种幸福感转瞬即逝 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只有跳出欲望的束缚 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 人是由精神和物质共同构成的 当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生活的基本需求以后 精神的升华和生命境界的提升 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也是人生真正的意义所在 那对于无神论的朋友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那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多少财富 在离开的时候啊 一样都带不走 为了带不走的东西 也是费尽心机操劳一生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是在浪费生命而已啊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仇富 把物质看得一文不值 弄得跟不实人间烟火一样 这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那如果有机会多赚一点钱呢 让物质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不能为了钱活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物质上的富足 也可以让我们拥有更稳定的基础 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在炫富视频被打击以后 大家可以拍一些哭穷的视频 比一比看谁更穷更落魄 那在一尊的英明和领导和指挥下呀 应该会有这么一天的 好感谢大家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